尿尿 今天又是例行工作日啦 又要出發探險了 這次地點是由探險同號提供 近期傳聞發生輕聲上吊事件 得知此消息後 決定前往現場拍攝查看 慢點 在抵達目的地前 當然要先溫飽一頓 行經大了時 突然被亮眼的招牌吸引 三兄弟二話不說 決定先下車調查此店 哈哈哈哈 巷口宵夜點心 對 也是算在高雄 蠻知名的一間宵夜店 對 然後剛剛經過的時候 剛好看到裡面 沒有什麼太多的客人 所以就想說啊 不然就趁這個時間先來吃 吃完才去探險 然後我們剛剛有點了幾個比較 蠻有特色的東西 因為他們其實賣蠻多都是一些 偏港式的 來試試看 他們的口味怎麼樣 你會講 香港話嗎 香港話 香港 雷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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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 這一句就不行了 剛剛其實我看到他們一個 是很想點擲這個時間吃太多了 叫什麼 棉花糖的厚片董事 這個不行 這個時間太多了 然後上面好像有練舞啊那些 看起來就很變態 謝謝 這邊應該是洗開的嗎 我覺得啦 應該是剛開不起來 因為不覺得裝潢很新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網美牆 現在來這一個叫做雙椒皮蛋蛋餅 裡面有兩種的辣椒 喔 有 有辣椒的香氣跟皮蛋的香氣 那我就吃邊邊的 邊邊的通常會最脆 但是料也最少 那我就吃中間的 這什麼醬啊 好特別喔 都蠻大的 後味有點大啊 嗯 喔 頭皮幫忙 我馬上熱起了 這個會辣 耳朵都有一點 稍微紅起來 它裡面用那個雙椒 然後調這個皮蛋啊 很可以 而且我發現它裡面的料是過水 這個是也是我們麻辣雞 先上次的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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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好的 等一下還要往屏東騎 剛結束嗎 沒有我等一下要去 欸你們這裡是新開的嗎 這邊開兩年 這邊開兩年 啊怎麼中環還這麼新 有在維持 為什麼有 你們是不是新絕疆那邊也有一間啊 那是分 那是算分店 啊這個是算加盟 對 喔 我是開在大寮這邊人醜比較密集度比較沒那麼密嗎 這邊吃的比較少 那後來有多晚到嗎 早到晚到這邊有開喔 對 後來啊 可是我 可是我覺得他們也要看店欸 不是每一間都好吃 後來我們自己吃下來 對 對不對 嗯 我覺得大餐比較好吃 我家附近那一間 後來就變成人吃 對啊 坦白講 你看 遇到觀眾 嗯 這個入味入來蠻深的 對啊 新上次給我們試吃 我覺得我們看起來蠻拉燒的 還認得出來 因為我發現 機車探險通常 騎摩托車啊 吹風啊 大安全嗎 整個 這叫什麼 紅頭後面 這好可愛 這是什麼 麻辣 好也是新的 湯汁很多喔 小心 加薑一起吃 它裡面的湯汁上蠻多的 這一個讚喔 這裡面有 雞塊薯條 小肉豆 然後蒜薯餅吧 做成像像的形狀 這個要加半甜醬 這個要加半甜醬 它這個鴨球我喜歡 嗯 你可以 我是喜歡它這個豆腐 味道很夠 感覺可以斑斑 嗯 那個汁 斑斑不錯 我覺得有住在大樓附近的 可以來吃 真的嗎 因為我剛剛看其實 他們之前店裡的 不多 但是 熊貓 剛剛都一直有在 剛剛有聽到的聲音吧 對啊 叮噹啊 吃起來有點像 好像地瓜 地瓜 紅地瓜 嗯 這個好特別喔 有一顆蛋 菜選 切一切啊 那邊膩的啊 它這個肉包是死的喔 它這個肉包是死的喔 它這個 裹那個乾水管 嗯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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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吃了一頓溫飽 感謝店家老闆娘的招待 那這家店呢 是位於大寮區例行路 105-1號 營業時間是 下午5點半到 凌晨1點半 有興趣的朋友們 可以來這邊吃吃看喔 抵達探險地點後 開始例行性敞勘現場環境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次的機車探險花絮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我們下午幾個小時 就這樣看見 我們下午幾個小時 上午幾個小時 下午幾個小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